如果是陈平安独自一人 哪怕是负重入山 一天走上一百里山路都不难 要知道这期间必然需要月息过剑 攀崖圆壁 所以陈平安这次带着红棉袄小姑娘 走得很轻松 以至于闲来无事 就开始练习走庄 因为有李宝萍在身边 就没有用上那种 气力和精神全力以赴的全架 而是相对自然而然 甚至为了照顾李宝萍 还要刻意放慢走庄速度 和减小步伐艰巨 这就让好不容易找到 诀窍感觉的陈平安 像是一下子被打回了原形 又变得别扭起来 两人此时已经走出 差不多二十里路 李宝萍拥有余力 并不显得难受煎熬 小姑娘只是伸手 擦了擦额头汗水 问道 小师叔 你是在练拳吗 陈平安停下走庄 点头道 对呀 李宝萍又问道 那你知道你练的这套拳法 拳法的立身之本 源头的气腹在哪里吗 陈平安一头雾水 怎么说 我只知道人身上有很多俏学 我之所以能够几百个字 主要就是为了记住 那些俏学的名称 但是 他们跟练拳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还没来得及问 有一位宁姑娘 看过我的拳谱 没有告诉我 只说练拳一试 捷径走不得 要靠一点一点的苦功夫熬出来 你认识的软姐姐则说 她是练剑的 她家的家传运气路径 不好外转 所以当时我跟她没有深聊 事实上 那时候的草鞋少年 觉得自己这辈子 注定会在小镇走完 所以 有的是时间和机会 来询问软秀 李宝萍瞪大眼睛 一脸匪夷所思 加重于气道 小师说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也敢练拳 你知不知道 胡乱练拳 尤其是外加拳 很容易伤及根本元气的 练武 其实就跟堪于帝师的寻龙 找学差不多 只不过帝师们是找山川俏学 武人士寻找 挖掘自己身体的宝藏 找到之后 你还要方式得当 才算在武道一途 真正登堂入室了 不行不行 小师说 我必须把这个跟你捋一捋 捋清楚了你才好学拳 看他神色坚决 陈平安想了想 本就不是什么坏事 刚好前边有一处歪脖子老柳树 大半倾斜向溪水水面 好像一座未完成的拱桥 就拉着李宝平 靠着树干休息 小姑娘性子跳脱 非要坐着 陈平安只好把他抱到树干上 自己站在一旁 免得他跌落 他大大咧咧坐在树上后 像是一位初次在学术授课的小夫子 神采一意 咳嗽一声 打算跟这位小师叔 好好说道说道 以免误入歧途 万一真练坏了身体 那他不得毁清肠子 心疼死啊 李宝平一本正色道 我之所以清楚一些练武的大概 因为我家有个叫朱露的丫鬟姐姐 她从小就被老祖宗看出有习武天赋 我又跟她很亲近 朱露姐姐又是闷葫芦的人 只喜欢跟我说些心里话 所以我可知道练武是怎么回事 只可惜我六岁的时候 偷偷摸摸跟在朱露姐姐身后 走那个叫地牛庄的东西 好玩得很 最高的木庄子都快有屋顶那么高了 但是有一次我脚底打滑 不小心摔了下去 其实我真没啥事 朱露姐姐还是被我连累 给老祖宗狠狠一顿法 在那之后 朱露姐姐每次早晚习武练功 还有躲在屋子里 抛药水桶子里的时候 就再也不带我玩了 陈平安有些心虚 小姑娘嘴里所谓的朱露姐姐 说不定就那天胸口和脑袋 挨了自己两块瓦的矫健少女 当时她偷偷闯入李家大宅 用弹弓打碎了两只鸟狮瓷冠 那个户在郑阳山小女孩身边的婢女 率先发现了她的踪迹 很快就翻墙上了屋顶 最后朝她所在的屋顶这边飞身一跃 让陈平安每次事后想起 仍然觉得她很厉害 李宝平对于这位始终不愿意 承认自己是小师叔的家伙 恨不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打了个比方 胆小鬼石春家他们家 有间铺子做生意做得好 就能够钱生钱裁员广进 所以石春家家的铺子 才能是我们小镇最老的几家老字号之一 但如果只出不尽 不懂得招来客人 那么很快就会捉襟见肘 店铺肯定就得关门 是吧 一听到做生意啊赚钱啊 财迷陈平安立即就开窍了 恍然道 每个人都有些家底 练拳练得好 就能够钱生钱练不好 就是赔本买卖 如果根本就不去练武的话 倒是本本分分守着组业 李宝平想了想 点头道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小师叔 你听说过一个说法吗 叫练拳招写 尤其是那些号称三年一出师 出门打死人的外家拳 全是凶猛 大批大挂 看着威风扒面 打人的时候 嚷着哼哼哈哈的 其实最伤身子骨了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找到卖门 属于不得其法而入 很多人才到中年 就会落下一身的病 有没有晚年都不好说 就算有 也会很凄凉 因为他们练拳的第一天起 就不是在养气养身 而是在当败家子 挥霍祖业 用李家老祖宗的话说 李宝萍这丫头 就是天生没屁股的 红棉袄 小姑娘说到兴起 刚想要从老柳树干上站起来 就被他的小师叔一个眼神 将念头按回去 幸幸然继续说道 所以小师叔 你一定要引以为戒 一定要找到 练拳的真正法门 世间拳法千万种 之所以成就有高有低 前程有大有小 就看每一门拳法的 最少两座本命翘学 你找不找得到 找到之后 接下来就看能不能 找出一条最佳路线 滋润最多的沿途翘学 如春风化雨 滋润万物 哪怕全埔品质不高 但只要是正途 一样能够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可如果走了岔路 全埔越好 越容易坏事 陈平安陷入沉思 自己能够感受到 那股气的存在 身体内就像有一条 无家可归的小火龙 胡乱游走于一座大火炉 之前这条火龙 有点类似无头苍蝇 随处乱撞 碰壁之后就转头 如今它的活动范围 越来越大 但是最终都会返回 腹部的那些气腐附近 徘徊不定 像是出门玩耍的志同 疲惫之后就想要回家 只是暂时尚未找到 真正的家门口 这股旋之又旋的气流 一直没有给陈平安 带来什么不是或是疼痛 反而让少年有一种 大冬天晒太阳的暖洋洋感觉 陈平安对于身体 五脏六腑的感知 很小就极其敏锐 所以对于自己 哪里出了问题 很快就能察觉到 云霞山蔡金简 当初在泥平巷 说他活得不长久了 他可能觉得 露像少年只当他是开玩笑 其实陈平安当场就确定了 他的说法无误 既然察觉不到任何不妥 陈平安就对那股气流 听之认知 内心深处还有一丝好奇 想要看一看 他到底会选择 哪座翘学作为他的宅邸 李宝平晃荡着那双小腿 双臂还胸 据说习武的根本是 散气二字 霸道得很 跟练气室的氧气练气 完全不同 后者是多多一扇 自诸比较 习武不一样 当你找到最初的那股气候 就像是要一座座关爱 打杀过去 将原本棋居在 翘学气腹内的气息 全部消除殆尽 转化 换成最早的那一口气 最后全身上下 心意移动 仪气呵成 转瞬之间 气流运转百里数百里 第九竞 甚至可以长达千里之远 一下子就调动起全身前力 一员大将如必 直使千军万马 威势之大 可想而知 丝毫不比练气室 玉气凌空而行来的差 李宝平突然神秘兮兮说道 朱禄姐姐就说那武道宗师 什么飞檐走壁 根本不算什么 还能够跟练气室一样 遇风远游 再往后一旦击身指经大宗师 宰杀那帮眼高于顶的练气室 就跟手拧鸡脖子似的 弹指杀人 信手拈来 陈平安笑问道 如果练武真的这么厉害 当然是好事 可为什么厉害不厉害 要用杀人容易不容易来衡量 李宝平愣了愣 老老实实摇头道 那我可没想过 是朱禄姐姐这么说的 说这些话的时候 朱禄姐姐向往得很 就像我每天做梦都想能够抓到一条鱼 差不多吧 小姑娘略做思量后 说道 不过仔细想想 依照朱禄姐姐的说法 好像习武之人和修行之人 天生就不对付 后者喜欢低看前者 觉得习武就是一门剑业 是资质不行 无法修行的可怜虫 所以视为下等人 把武人骂成是世俗王朝的看门狗 前者则就觉得那些修行之人 一个个眼高于顶 鼻孔朝天 不是什么好东西 凭什么武人在江湖摸爬滚打 就是侠以武乱进 那些炼气士分明只是一小撮人 却占据着无数的名山大川 和洞天福地 还洋洋得意 自称山上仙人以术法神通修长生 受到山下凡人和武人的敬仰和供养 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李宝萍突然笑了起来 不过这些争执 小师叔你不用管 没意思得很 李宝萍突然欲言又止 似乎想起了一件事 可又有些难以启齿 有点做贼心虚 最后决定还是坦诚相见 实在是不愿意欺骗他的小师叔 小姑娘哭丧着脸道歉道 朱禄姐姐和他爹朱和叔叔 本来是要跟我们一起 去往大隋南方边境的 可是我怕小师叔你不喜欢他们 就骗他们去小镇东门那边等我们 如果朱和叔叔也在的话 他就能教小师叔练拳了 因为朱禄姐姐 从小就跟着他爹一起习武 老祖宗私下对我说过 虽然朱和练武天赋有限 但是教人习武是一把好手 称得上名师这个说法 哪怕丢在大黎京城 那些个斧子头的豪门大宅里 也可以成为座上宾 现在朱和叔叔不见了 朱禄姐姐也不见了 陈平安赶紧安慰道 没事没事 我练拳虽然没有什么师父 只有一部拳谱 如今连拳谱上的字也没有认拳 更不敢瞎练了 只练习一个走庄一个站庄 不过已经确定能够滋养体魄 不会伤身 要怎么练出名堂来 估计得等我自己读得懂那部全谱再说 这个不急 我本来练拳就不是为了什么境界 只是用来活命的 没想那么多 可是李宝平显然已经在自己的想法上 钻了牛角尖 而且思绪一去千万里 于是小姑娘越说越愧疚 嘴角往下 有哭的迹象了 五人习武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但是师父很重要的 领进门的这个门 门槛就有高有低 而且师父领进了第一扇大门后 是因为本事有限 不得不撒手不管了 还是能够一口气带到了后院门 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师父一定要是名师 不能光找名气大的名师 小姑娘抽着鼻子 泪水马上就要流出眼眶 小师叔 你是百年一遇千年难逢的习武天才 如果因为我耽误了你成为高手 我该怎么办啊 陈平安已经顾不上他 怎么得出自己是天才的荒谬结论了 当务之急是别让他哭出来 小姑娘伤心起来 给人的感觉那是真伤透了心 全然不是一般孩子撒娇打闹的那种 陈平安灵机一动 突然抬起手 手掌放在小姑娘身前 轻轻握拳后 大声说了一个字 收 李宝平是脑子转动极快的聪明孩子 一下子就愣住了 止住了泪水决堤的趋势 小师叔你在做什么呀 陈平安晃了晃拳头 哈哈笑道 怎么样 小师叔厉害吧 让你一下子就不哭了 为了安慰小姑娘 陈平安也算豁出去了 第一次正式承认自己是他的小师叔 小姑娘立即破涕微笑 他觉得不是自己不伤心了 而是开心多过了伤心 陈平安如释重负 双手撑在老柳树干上 然后身子一斜就坐在了小姑娘身边 两人脚底下 放着一大一小两只背楼 李宝平轻声道 朱和叔叔经常告诉朱璐姐姐 练拳不练针 三年鬼上身 练拳找着针 一拳打死神 习武之人 一旦生病 比起医治寻常人 要棘手很多 朱璐姐姐曾经有两次 差点凹不过去 第一次过后 她整个人得有小半年没缓过来 那段时间像是个病秧子 平时连水桶也提不起来 第二次更惨 我听到动静后 就搬了一根小板凳过去 偷偷捅破窗户纸 结果看到朱璐姐姐在床上痛得打滚 旁人按都按不住 最后 她指甲盖都翻开了 鲜血淋漓 很可怜的 最后是家里请了杨家铺子的掌柜送药来 好像才不痛了 逐渐安稳下来 但是老祖宗当时站在院子门口 没有走进院子 摇摇头就转身走了 似乎有些惋惜和失望 我事后问起 老祖宗只说 小命是靠药材保住了 第八境的希望却丢了 以后就不用太过栽培朱璐姐姐了 否则反而是害她 如果运气好到洪福齐天的地步 就可以进入第七境 运气不好 第六境都选 李宝平转过头 忧心忡忡道 小师叔 你可千万别这么生病啊 我什么都不懂 肯定会傻眼的 陈平安笑道 不会的 而且就算有 我当然是说万一啊 那你也别怕 我很能吃得住痛的 这可不是跟你吹牛 李宝平将信将疑 伸出手在她胳膊上 轻轻拧了一下 小师叔痛不痛 陈平安拍了拍她的小脑袋 然后望向两人来时的小路 知道小师叔觉得最难受的一次 是什么时候吗 小姑娘波浪鼓式的 使劲摇头 陈平安双手撑在树干上 小腿交错 跟小姑娘一样 悠哉悠哉轻轻摇晃着 少年眯眼 轻声笑道 是我第二次一个人进山去采药 那时候我才四岁多 不到五岁 出门的时候 想着要采最多最多的药材回家 所以故意挑了一个最大的大箩筐 然后没等到走出小镇 就累死了 走出小镇能够看到山的时候 当时还是一个大太阳的日子 肩膀上被箩筐绳子扯得火辣辣疼 后背更是 其实那会儿疼还好说 不是特别怕 让我觉得绝望的事情是 那座山看着好远好远 就像这辈子都走不到那里 加上当时 离着第一次进山出山没多久 所以脚底的水泡很快就造反了 然后小师叔我啊 就咬着牙一边走一边哭 还一边不断偷偷问自己 这还没有走到山脚 要不然就回家吧 反正年纪小 箩筐这么大 山路那么远 回家不丢人 娘亲肯定不愿你的 李宝萍听得入神 小声问道 小师叔 那你最后放弃了没有 草鞋少年笑着摇头道 没呢 当时我就突然想到 不管怎么样 走到山脚就好 到那里再回头 然后我就真的走到了山脚 坐在地上哭的时候 又想了 要不然上了山 踩到一颗草药再回家 然后就又开始爬山 爬着爬着 看到那些草药后 整个人好像一下子就有了力气 很奇怪的事情 李宝萍挖了一声 赞叹道 小师叔 你一定摘了满满一箩筐草药 才下山回家 对不对 小姑娘说到这里 满脸的鱼有熔烟 陈平安摇头道 梅呢 一直到太阳要下山了 草药还没盖住箩筐底 就下山了 一来是草药没那么好找 很难的 个子那么小 背着个大箩筐走山路 其实比采药更难 二来是真的很累了 再就是想着再不走 天黑后就要一个人留在山上 我那会儿当然很怕 只不过我最怕的 李宝萍等了半天 也没有等到夏文 好奇问道 小师叔最怕什么 没什么 草鞋少年摇了摇头 柔声道 后来就不怕了 小姑娘善解人意的 没有追问下去 陈平安回过神 转头对他笑道 跟你说这些 可不是为了告诉你 小师叔多厉害 其实小镇的苦孩子 都是这么过来的 一点也不稀奇 我说这些 是觉得你今天跟我说 那些习武之事的门道 说得很好 很像小师叔小时候 偷偷跑去学书后 看到齐先生授课时的样子 你不是说 没有女先生女夫子吗 我觉得 以后到了山崖书院 等你读够多的书后 说不定就能成为 第一个在书院教书的 先生夫子呢 红妙小姑娘 听到小师叔这么说之后 骤然焕发出昂扬的斗志 双拳扬起 李宝平 你可以的 一定可以 陈平安默默看在眼里 觉得如果齐先生 还在世的话 一定也会很开心 只是接下来 小姑娘说了句 让少年头大的言语 因为李宝平 有一个天底下 最了不得的小师叔啊 少年只好假装 什么都没有听到 曹长英妃的美好时节 少年和小姑娘 并肩而坐 各自怀揣着 美好的愿望 溪水对岸 一处隐蔽地方 一个男人和一位 少女盘腿而坐 吃着干粮 眼神充满锐气的少女 美好气道 爹 小姐跟着这么个 憨憨傻傻的家伙 真能顺顺利利 走到我们大离边境 听说那边 可是经常打仗呢 还有许多 落草为寇的兵匪 很不安生 男人调侃道 难道忘了 是谁把你教训了一顿 习武之后 生平第一站 输了不说 还输得这么别屈 少女气呼呼道 那是因为 爹你不允许 我擅自运转气机 怕我承受不住 那股压力 现在我一只手 就能撂翻 那个泥瓶相的家伙 男人笑问道 你这位舞蹈 二镜高手 真的确定 少女大声提醒道 爹 是二镜巅峰 男人提起水壶 喝了一口 摇头道 你打不过他的 除非是点到极止的 切磋武艺 你才有胜算 少女显然不信 那少年撑死了 才刚刚步入五道大门 之前在李家 大宅屋顶上 两人对峙 他只不过站着地利 才侥幸得手 男人打趣道 你就是个没良心的 人家在宅子里 跟你对上 打得你跌向地面的时候 还不忘拉了你一把 要换上是爹 与人对敌 不给你脑袋上 加一瓦片 就算很厚道了 所以说他傻呀 少女冷笑道 习武之人 妇人之人 这种人 活不长久 男人一脸亚异道 你一个丫头骗子 武艺不精 武道不高 大道理倒是一套一套的 谁教你的 反正我可没跟你说过这些话 少女扬起下巴 咱们二公子说的 二公子虽然是满腹韬略的读书人 可他从不满嘴人意道德 只说辞不长兵 必须杀法果断 男人皱了皱眉头 正要跟这个缺心眼的闺女 好好说些正经道理 突然站起身 沉声道 过河 少女跟着起身 爹 怎么回事 不是说悄悄跟着小姐就好吗 男人语气并不轻松 有人来了 等下小心 妇女二人 一掠过河 飞奔而去 陈平安和李宝平 刚刚离开老柳树 重新动身赶路 就发现遇到了一个人 出现在视野尽头 陈平安先是放下被篓 然后让李宝平站在自己身后 若说在小镇东边 遇到什么人 哪怕是神仙妖魔鬼怪 陈平安都不奇怪 但是在这条即将连道路 也会消失的南下线路上 不管遇到谁 陈平安都不敢掉以轻心 远处 一个身材不高大 也算不上壮士的汉子 向陈平安和李宝平迎面而来 只见他牵着一头白色驴子 头戴斗笠 斜跨着一条布囊 腿上裹了行蝉 手持一根竹杖 腰间则悬挂着一把绿色 竹鞘长刀 男人在五六步外停下脚步 没有继续走近 他摘下斗笠 露出一张并不出奇的脸庞 微笑道 你是陈平安吧 你好 我叫阿良 善良的良 最后男人补充了一句 我是一名剑客